其實我也不知道 該說些什麼 這就是2B2T的世界 喂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2B2T的世界 你可以看到這伺服器現在只剩22個人 沒有錯 因為這伺服器呢在維修中 我們目前在維修還有10分鐘的階段呢 似乎 目前半個人都沒有啊 但是我們也進不去啊 應該是在測試中 所以有人耶 這可能是管理者喔 這一個人應該就是管理者吧 雖然他不會在遊戲中出現 只是在 呃維修或更新的時候會出現 那 我們大概還要等個10分鐘 才有辦法進去吧 好的維修應該結束了 現在有400多人登錄了 我也要登錄了 現在應該超級順暢 欸 喔總算進來了 喔終於 我們的家 唉唷我們的家 還在嗎 我們的家 我們現在人應該超級少 現在人數呢 只有 幾位啊 150幾位 也快滿了耶 也快滿 欸我們 加多了一些奇怪的泥土 有一個十字架 不過我們的家還在 還好 還好 還好我們家還在 我現在人應該超級少 現在是一個 Peace狀態 這個 目前是 台灣時間非常的晚 多晚呢 我不好說 總之 我應該是 我應該是沒人啊 應該 欸有人耶 有人耶 哇這麼晚還在玩喔 誰啊 哇 有一個鑽石裝的傢伙 他想要釣魚 想要做什麼呢 偷偷觀察 然後他要做自動釣魚機 看他想在這邊掛網釣魚啊 在這邊掛網 不會很危險嗎 不知道耶 而且他按著陰階盒那邊很吵 在這邊釣魚啦 他可能沒有看到我 我這麼遠還聽得到他的陰階聲喔 然後我們家呢 好像又被擴建了 好像多一個附魔台耶 這邊多一個附魔台 我們 欸 附魔台 他們那個皮革不知道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書 甘蔗很多 紙張很多 阿那這個 皮革喔 可能要去找牛耶 我們這附近好像沒什麼牛 總之 我們又 越來越擴建了 很神秘 我們家會慢慢的增長 我們 是不是越來越多人了 喔 這邊也是 昨天才來的喔 就是剛剛這釣魚的玩家 我們這邊 鬼鬼島 人數越來越多了 好奇妙的感覺喔 唉唷 等一下 大家有發現什麼怪怪的嗎 你有發現 這裡有一隻苦力怕 躲在某個地方嗎 這幹這裡面阿 他剛剛一個不會動 我想說誰阿 不會動 好 嘿 跑跑跑跑 他躲在裡面超級寶物色耶 然後他又不太動的 整個 想說怎麼沒人啊 奇怪 那但小地圖上又有一個紅點 非常的奇怪喔 那我們這個家呢 被掛滿了國旗 這個雖然可以展現 我們的這個國旗呢 但是 也可能會被懷恨在心的外國人來攻擊喔 所以也是有好有壞 也不知道 總之希望 外國人看到 不要把我們炸掉 雖然他們也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總之希望他還可以再活久一點 目前鬼鬼島呢 已經生存了 5天了吧 好大概 現在從我建好到現在目前5天了 還沒有被破壞 也是蠻欣慰的啦 希望外國人不要看到 OK 那我們要繼續去挖礦 那這邊已經有很多玩家去 挖了一些洞 我們直接朝他的洞下去好了 很方便 大家都是好人啦 這邊有一個礦洞區 我們就往下挖吧 我們鐵呢 鐵是還蠻多的 應該就是直接去挖鑽石吧 然後順便賺經驗 我們主要是挖鑽石 好啦 那 一直往下 這礦洞好大喔 他們也是 挖了很多耶 哇 這裡還有 欸有黃金耶 黃金不挖嗎 這個現在人都那麼奢侈 黃金都不挖了喔 那今天呢我想另外測試一個 東西就是傳說中的 透視 欸 欸這鑽石怎麼沒人挖 欸這個 哇現在大家連鑽石都不挖了喔 怎麼那麼奢侈 奢侈要爆炸 那在這個伺服器中呢 我們不開外掛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 它的功能有一些太強大了 然後會失去原本的遊戲性 那 再來就是它容易有問題 外掛 通常可能會有後門 這後門就代表你的電腦 可能會被竊取資料 或是會被遠端遙控 會有一些這樣的風險啦 所以我暫時就是不會使用 但我目前呢想要來測試一個東西就是 如果我們需要透視去挖礦的話呢 根本不需要用到任何的外掛 我們只需要更改我們的資源包就可以了 這邊有一個常見的X-Ray資源包 還有一個 一拳繪製的就是讓礦物有一個邊框 那我來看一下如果有透視效果在地底 這樣到底是多透視啊 哇 哇 這麼透喔 哇塞 哇 看得一清二楚耶 它會把石頭啦 泥土啦 會變成一個透明 然後只剩框架的狀態 然後 加上礦物呢 有這個邊框 所以看得會非常的仔細 這個其實就跟 真的跟開外掛差不多了耶 礦物真的是一覽無遺耶 所以 生怪磚 真的是一覽無遺耶 連那個磚也是一覽無遺 然後連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欸 我們家是也被透過去嗎 不然怎麼看不到 然後這個火把也是一覽無遺耶 所以難怪大家說就是插火把會被發現 因為 根本就是超明顯 超明顯的 好 那我們只好就是這樣去看一下那個 那個那個 好 我們直接去開箱子好了 所以這樣代表我可以直接開箱 有 有 欸 這個箱怎麼 喔有了 火焰保護 就這樣 好 欸 但是有線 欸 有鞍了耶 欸 我馬可以騎了耶 然後有西瓜可以種了 我們可以復興我們的村莊 終於有西瓜種了 那 這個可以留職喔 這邊可以做一個 刷怪場 有沒有 要賺經驗的話 好像也不錯 我覺得我們差不多就是進去先揍他們好了 我先清掉他們 然後再做個陷阱 反正他們也都不動的 欸真的不動 真的是不在動 掉下去了 呵呵 一個一個進動 掉下去了 好 好 總之呢 我們這邊 輕鬆刷怪 好 他生出來了 但是 真的都不在理我的耶 好 我先插個火把 然後 稍微來處理一下 那 我們這邊經驗塔呢 就 準備一下囉 欸有馬鈴薯耶 我有新的農作物可以做了 我們的刷怪區已經完成了 我們稍微看一下效率怎麼樣 我覺得 噢 生出來了 唉唷 然後就是 掉進去 唉唷 進洞嗎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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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摔下去 唉唷 可以喔 我們這邊讓他安一點 總共他們是可以生的出來的啦 他們會從空中這樣生出來 只是我們這邊洞窟也蠻多 旁邊怪物也蠻多的 我要稍微壓制一下 尤其在這伺服器 怪物的量 好像會比較少 我不知道生怪磚 會不會 再多一點 總之呢 會跑到這個下方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刷怪區 這邊就可以砍他 這邊高度 蠻低的 所以沒辦法讓他摔到 剩 血很少 好 就自己砍一下吧 然後東西就會掉到這邊來 然後就有一個收集的地方啦 欸我們的刷怪區 簡單刷怪區 鑽經驗的好地方來了 我就可以在這邊掛網 然後等怪物來 可是我們這邊掛網 會被踢出去喔 如果你在這伺服器 沒什麼動的話 過一陣子就被踢出去 啊他們還站在生怪磚上喔 可惡沒想到這一點 我們上面可能要放個半磚 OK稍微改良過了 來看一下效果如何 我們就流到 呃 哇 我又被踢出去了 我才知道看我的 狀況如何呢 他說有時候會這樣 會斷線 然後你必須重連個三四次 才有辦法進去 現在人數才三百多耶 超級少 因為這是一個大半夜的 雖然對國外來說 應該是他們的下午時間 只是我們都要等一下下 才有辦法進去 欸不對是伺服器又掛了 不是才說剛更新好嗎 怎麼又掛了 才開不到半小時 OK 總算又可以登入了 OKOK 好看起來 效率還不錯啊 這樣子直直的掉下去了 好就統統擠在下面 我下面已經擠一坨了耶 我的經驗值 你們都是我的經驗值 我們應該用劍 我們應該拿劍的 然後我們 換個劍 我好像有鑽劍可以用耶 我現在有鑽石了 我鑽石等下去挖多一點 然後我們要準備去附魔了 嘿 我們要附個劍器 這邊刷怪用 刷刷刷 轉轉轉 OK 然後箱子裡面呢 嗯 沒什麼東西 總之我們的刷怪塔呢 看起來是蠻OK的 接下來問題就是 怪的量 周圍做一點生怪壓制 應該就還不錯 喔 那我們這個塔呢 大家都可以來用 喔 鑽金燕好用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要鑽金燕 挖鑽石會不會比較快 我們現在如果可以快速找到鑽石的話 看鑽石就在我旁邊啦 我去挖鑽石可能會 更快一點喔 好我們就是 趕快去挖一下好了 欸這個透視真的很OP耶 就是在一般的這種遊戲中 用的這個根本就是 無敵耶 因為根本什麼都看得到 而且連敵人有沒有經過都看得到耶 因為你這個直接透視掉石頭或是泥土 或是什麼各種那個 石頭類的都會透視 然後這個有好處是有邊框 可以讓你知道你站的地方 呃是是路這樣子 是可以站的地方 嘩很方便呢 好啦看來我可能會把我們家附近的所有的 鑽石都挖光了耶 應該所有礦物都可以挖光了 欸它真的就是地底下如果你放個箱子 真的是很明顯耶 就是直接看得到 真的很明顯耶 好然後放火把也是亮起來真的很明顯 然後岩漿也是看得到有亮亮的 所以 我們不管蓋在哪邊 房子蓋在哪邊應該都沒差喔 因為 根本很容易隨便都會被發現 所以我們就算了吧 隨緣了啦 殭屍刷怪區 白鬼鬼 OK那 大家有經過也可以來這邊刷刷怪 好耶 其實效率真的很好耶 我們覺得效率真的很高 這個磚跟一般生成的那個怪真的是差很多 話說這個經驗值跟打豬 不知道哪一個 比較多耶 怪物應該是比較多啦 只是我們那個豬 的磚很多 那這個大家是來順便拿一些農作物啦 我現在是把馬鈴薯跟 欸馬鈴薯 主要是馬鈴薯 因為我們上面的田已經有胡蘿蔔的樣子了 好像沒有馬鈴薯 然後我又撿到西瓜 所以我們農作物應該只是南瓜沒有 其他應該都有了 挖礦挖了一大堆 現在就很懷念那個連鎖挖礦 就是礦有夠多的 有夠一大坨 尤其是在我們可以現在透視之後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礦就在那邊 但是你就是要給一個一個挖 好想要連鎖挖礦啊 但是那個模組沒辦法 模組有分 伺服器端跟這個客服端 它是整理包包呢 就是個人用的 我個人用的 所以呢 它即使在伺服器中也是可以使用 也是有效果 但如果你想要連鎖挖礦 那就是伺服器必須有裝 然後你自己也有裝才有效 不然的話 沒這麼厲害 不然大家都裝那個就好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一些輔助的 像是小地圖啦 或是這個 整理包包之類的可以用 但是 欸它怎麼整理的亂亂的 等於是我們忘記帶那個箱子了 忘記帶介福盒 跟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 終界箱 我東西 沒帶過來 所以我現在 歪一歪一下就滿了 等下也差不多該回去了 然後啊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右上角的小地圖啊 其實 那個坐標是可以關掉的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關掉的 但是很多人一直留言說 欸你的坐標已經洩漏了啦 你的小地圖沒關 但是 你看到的其實是 時間 還有FPS 我就想說 他們到底是從哪邊看到坐標的 我就沒開 我就沒開坐標 你們那邊看到坐標 我就想說問號 總之我們這個地圖呢 是可以設置 叫不要顯示坐標啦 所以我在重要的地方 其實是都沒有顯示的 其實大家好像就是 靠我們這個 影片上的這個路徑 然後就是一路找 應該也是需要外掛 不然不好找 至少你要在水上飛行吧 就是可能你的移動速度要加速 不然你要找的話 很遠 畢竟我是花兩三級 然後慢慢慢慢才走到這個地方的 所以你要馬上找到這裡呢 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沒有外掛的話 跟我一樣 也是要衝個兩三個小時 應該才有辦法到這邊 但這邊目前就是一個 室外桃園 歡迎大家來 大家可以一起 維護它 一起守護它 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台灣的極熱淨土啦 OK 我們終於挖出來了 哇 這邊是一大片海洋 然後沙子也是透視耶 我們島在哪邊 島是哪這個吧 現在整個變透明有點 看不出來我們家在哪裡 這裡是哪裡啊 喔在我們家外面一點點 哇我已經挖到 整個島外去了 喔 看到床了 有人的床藏在那邊 啊難怪現在床也是 也是很明顯喔 現在透視的話 也是看得到人家的床 總之有人 把床放在下面 然後我的床其實也藏起來了 但是應該還是很明顯 然後樹葉也是可以透視的 欸我蘋果耶 我現在有好多黃金 我可以做 金蘋果呢 我的 蘋果我記得裡面蠻多的 我們家還蠻多的 然後 欸這裡其實有西瓜了喔 啊 其實有人種西瓜了 然後我們的裝備呢 終於可以全套 鑽石啦 挖了一組 就是整整一組 這麼多 總之我把附近地底的幾乎都挖掉了 好 所以 這樣我們就可以 邁向 附魔之路 我現在也挖到25級了耶 我發現我現在有整理包包的好處就是 我現在也可以幫 箱子做整理耶 有人的箱子很亂 然後我現在按一鍵就可以幫他整理耶 哇 我根本好佛心喔 人超好的 欸 有史萊姆球耶 我需要 這個我借走了 我想要做 活性黏塞 黏性活塞 就會用到了 我發現這邊打住好像新手煉工廠喔 你要出城之前呢 就是會有一個在城內的一個 打沙包類似的感覺 然後就是打動物啊 你就是煉等 初期煉等去 有這種感覺耶 好 升到26了 只是真的是有點慢耶 好啦 挖礦挖得好膩喔 鑽石挖膩了 已經 兩組了 已經有點多 同時我是來賺經驗的 經驗值終於34等了 我們之後可以回去附魔 所以想說 做挖礦其實經驗值也 不是很好賺耶 因為 不好找啦 就是 雖然我們看得到 但是要找也是 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 要不要爆要不要爆 要爆嗎要爆嗎 好 也是有點有時間 我要賺經驗怎麼樣比較好呢 可能還是要 掛網釣魚 不然就是掛網打殭屍 不然 不掛網的話要短時間內獲得經驗值 大概就只能挖礦了耶 哇 哇 哇 差點死 哇 又是一個回頭苦力怕 嚇 嚇死 即使我偷吃還是差點死 因為背面根本 真的突然冒出來耶 嚇死我 哇 差點G在這邊 好 沒想到 這裡還是會遇到危險的事情 然後我剛才發現啊 這裡好像有牛耶 不不不不是 噢 這邊會記入我們的 重生點的光 好這道光就是我們死掉的地方 這裡的洞怎麼這麼大啦 這個洞也太危險了吧 有夠高耶 雖然它有樓梯啦 只是我現在透視有點 看不到 我們下去撿我的屍體 哇我的經驗值啊 這樣就虧很多耶 好不容易練到34等 啾啾 要再練啦 欸這34等現在死掉變8等 喔虧這麼多喔 太虧了吧 好慘喔 我剛是要來看說 這邊好像有養牛耶 有耶 這邊有在養牛耶 這裡有兩隻牛疊在一起 你們怎麼 喔有有有 疊在一起 牛 哇他找到一些牛 終於找到了 我剛想說 我們這個島間好像有 不知道刷去哪了 欸所以我們這樣才有皮革啊 啊 太好了太好了 我們這樣牛呢 呃也也算是保留了 確保牛了 這樣我們有皮革 然後有豬 呃應該什麼都不缺了吼 應該沒問題了 好啦我們這一集呢 差不多先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了 今天總算是挖滿了鑽石 然後我們該附魔 只是我等級噴掉了 一個太蠢噴掉了 所以我等一下又要去練經驗 我等一下可能會試著掛在我的殭屍那邊 可以刷怪的地方刷一下吧 不然這個釣魚我在外面看起來好像有點小危險 所以我可能去刷刷怪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但是如果要附到全套都是好附魔的話 可能要附個好幾次 然後還要再疊加在一起 所以今天使用量會非常的大 那這邊 如果我們到中間應該有安德塔可以用 我們這邊就是殭屍塔 我這邊用用看好了 希望可以掛網然後去刷經驗 但是我怕掛網會死掉 或是我朋友被踢出去 不知道會不會 那接下來我可能會在這邊掛個半天 準備要去睡覺了 然後一覺醒來呢 今天只會不會暴衝呢 還是其實一下子就被踢掉了呢 還是我會餓死在這邊 不知道耶 我就稍微掛一下好了 總之我現在是會自動連砍 嗚 掉到我這邊來了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會囉 大家掰掰 就下集中